民進黨會做事 停電問題執政要六年了都解決 物價房價都在漲 就是新選擇 新黨台北市議員 侯漢廷的抖音帳號上 出現不少對執政黨的批判 與攻擊的短片 其實類似情況 選前在抖音上也隨處可見 一下說美國搶台積電 蔡政府拍手叫好 一下罵投票故意停電 此外包括行政院長 慈仁昌 內政部 衛福部 法務部等各部會機關 都有假的官方帳號 學者直言 這種似是而非 企圖以假亂真的內容 就是典型的認知作戰 學者專家分析 這次選戰抖音 確實發揮它的威力 有利於經營抖音的 藍營和親中陣營 讓不用中國平台的綠營 吃了悶虧 這些中國製的APP 或者是軟體 不能在公部門的 自通設備上使用 藉由一般看似無害的短片 來吸引用戶進行黏著 那產生興趣之後 後面的演算法 就開始發揮作用 那接著就是在中共一些 特定的中央廚房的炒作之下 會把一些就是 是是而非的 就是錯假訊息 變成短片 傳遞給相關用戶 造成這個所謂的 一個認知作戰的效應 因為有危害國家自通安全的疑慮 所以被列為一個 就是危險性的一個軟體 包括美國FCC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 也把抖音列為一個 自然危害的來源 所以建議美國全面下架 除了錯假訊息滿天飛 抖音也因為自然疑慮 被遭美方高度關注 財經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 PO文警告 中國上個月以央視的名義入股抖音 實際掌控經營權 台灣政府卻毫無作為 是把新房完全敞開 準備任人凌遲 我覺得不要每一件事情都牽涉到意識形態 好不好 中國通戰無所不在 該如何防堵網路滲透 是政府當前重要課題 抖音其實在年輕人的這個世界當中 是非常流行的 不過大家注意到是最近怎麼樣呢 中國他用央視來當作名義 已經入股了抖音 所以這表示說 抖音已經成為由中國 這個國家接管的這個媒體 訊息主要的傳播平台 那最近像我們台灣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啦 內政部 衛福部 法務部等等的單位 都被人家冒用註冊 而且上面還傳了很多 錯假訊息的短片 在抖音上面內容 有的是吃醜味啦 就是看笑褲 可是有的也是有不斷的謠言 不斷不斷的複製跟傳播 那現在我們台灣 到底有沒有一套反制的模式呢 來智傑委員怎麼看 其實這個抖音 我們現在成立術發部 術會發展部 就是針對我們所有的 有國安疑慮的軟體 我們將來這個責任 就是賦予術發部 要去做這個事情 那事實上 我聽朱立倫剛剛講說 你不要什麼事情都牽涉 牽涉到意識形態 我有點覺得說 他現在越來越老人 痴呆那個感覺 他剛才在說 那一道國民黨比民進黨還好 現在說什麼都不要牽涉到意識形態 我覺得他好像有一點秀動 其實抖音 我們分公部門跟私人 公部門 如果他要竊取你的國家安全的機密 事實上你看那個造假的 連蘇貞昌院長 連衛武部連國防部都有他的造假的帳號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那是官方帳號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就像選舉一樣 這次的選舉也是兩邊打來打去 誰對誰錯 其實我發現人民是看不清楚的 就真真假假的訊息一堆啊 對 所以比如說我們覺得 這是真真那麼清楚 怎麼他還會選得上 這沒辦法 什麼的 我在猜最後歸納的結果 人民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 那抖音呢 我們在講說他其實他有自己 他內建的那個瀏覽器 那瀏覽器是他自己會有內建的 然後他還有自己的那個安全碼 甚至呢你在抖音輸入你的姓名 輸入你的密碼 他都可以跟你截取 甚至你的信用卡的資訊 他都可以跟你截取 所以我其實很 我們要跟民眾講 你要抖音 我們私人的要用抖音都要去注意 更何況是公部門 所以我們也希望公部門 就是書法部這邊要全面清查 公部門的該就是禁止了 就是要禁止 那我們秘書昨天還做 其實立法院做得不好 真的該改善的 怎樣不好 昨天我們秘書上去 因為抖音他因為他就有那個資安疑慮 那全世界對抖音有意見 所以他現在變成兩個版本 一個是中國版的抖音 一個是新加坡國際版的抖音 那昨天我秘書上立法院的網站 竟然連中國版的抖音都能進 都能上 所以其實包括他們的微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要求書法部 今天這個提出給你警訊 你要去注意 將來怎麼在公部門裡面 要防範這個抖音的進駐 甚至微博的進駐 那私人的朋友我們不能進 我們原則上也不能干涉 因為這是自由 但是我們要提醒好朋友們 觀眾朋友們 他的內建瀏覽器 他的安全碼 他可以擷取你輸入的姓名跟密碼 他甚至可以擷取你信用卡的資訊 所以你私人如果要玩 我們不能進 但是你自己要特別的小心 說你要不要去玩 這個中國版的抖音 所以其實這個資安 就是國安 我們再次的要求 就是書法部 這個部分要加強管理 委員的提點非常的重要 我這邊也請教 國民黨子哲哥這邊的看法 因為民主黨這邊是擔心說 會不會有認知作戰 還有等等這個資安的疑慮 可是朱立倫很不認同 他說不要什麼事情 都要扯意識形態 確實這個要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當然就是說 如果公家機關 甚至國安單位 你說這個國安局 國防部 警政單位等等 使用抖音 如果有資安的問題 我覺得要適當的限制 我覺得合理 但是就是說抖音在台灣的用戶 大概七八百萬 事實上美國最大用戶 扣除中國大陸以外 美國有一億三千萬的用戶 就抖音是現在十下年輕人 很喜歡用的一個軟體 那我會說你如果要禁 那要怎麼禁法 如果只是剛才我講的就是說 有資安原律 對針對公部門 公務人員等等 或許還有還有方法 可是如果是全面禁止 我想不到要到底要怎麼禁 那我意思是說 這個部分 我認為如果不要用意識形態 朱立文主席是提醒 不要用意識形態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說真的 因為我剛才講七八百萬用戶 大部分年輕人 現在很多人說 年紀大一點才用臉書 好像越年輕的 越喜歡的樣子 對越年輕用抖音 我沒有抖音 我都老了 所以我要講說 你對於這個部分 限制過多 你是不是在限制年輕人 在使用這個軟體 甚至是限制他們的樂趣等等 民進黨要思考 這法律上要拿捏 也要對著時代 到底要怎麼樣去限制 或是防止到怎麼樣的程度 必須要有一套手法 我們不會去限制 年輕人我們不會去限制 我剛剛講的只是提醒 我們會限制的是公布 年輕人 這個是他自己的自由 所以不要再讓年輕人物語 我們再限制 沒有的 所以我就善意提醒 所以我說沒有 對啦 我們很肯定說沒有 反正就是提醒 我為什麼要這樣提醒 我在舉例 比如說今年國慶 沒有人要進 你在提醒什麼 對啊 搞不好 我不提醒搞不好就進了 所以我比如說國慶晚會 大家還記得那個無人機 後來也是引發爭議 發現無人機都是對岸制的 有沒有安全的疑慮等等 所以說國民黨 民進黨執政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真的要做就做好 這個安全的部分把它控制好 那至於就是說 一般年輕人喜歡使用了 一般民間使用了 能開放能自由 就多給他們的空間 來聊天 來外面簡單補充一下 他要做菜來一年 他不是幾年都在那製作 但是你要做菜 其實是很辛苦 但是他當時要去做菜 就一年而已 所以你說全面性的 跟個別性的 有時候當然我們要去防範 不容易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 對 這個部分 當然接下來數位發展部 也會想辦法啦 不過也要請教文傑 因為現在抖音軟體 剛才子責毛貢 現在年輕人都很愛玩嘛 可是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財信傳媒的董事長謝金河 他也有一些憂心的部分 怎麼說 他說現在中國都已經以央視的名義 入股抖音了 也就是實際握有這個經營權嘛 那如果你台灣的政府 現在如果跟我們談談沒有作為的話 是不是把新房完全敞開 準備任人臨時呢 好 那這個部分這樣子的憂心 文傑怎麼看 這個真的是令人非常優先 首先呢 我們現在要先知道什麼叫做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就是把這個戰場的 移轉了 轉移到人民的思想當中 那換一個方式來講 他就是讓你用不同的方式 去影響到你的心力 影響到你的認知 進而達到他想要的目的 漸漸洗腦 漸漸洗腦 但最普遍的方式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潛移默化 那怎麼樣潛移默化呢 就是用用行銷的方式 大家看到最近這個氏族 是很流行 有一個叫做卡達杯的這個世界杯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海信集團 在這一次使用的廣告當中 他寫了一個 中國第一世界第二 那他雖然後來因為有 違反了一些中國的廣告法 他有修改了詞 但他還沒修改之前 他寫中國第一世界第二 這完全就是一個認知作戰 我先問大家 是誰在看這些我們中國字的 誰在看這些文字 就是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華人 整個華人世界嘛 那你這個海信集團寫 中國第一世界第二 是什麼意思 是說中國 那當然後續有問他說 為什麼你這樣寫 他說這個是我們的出貨量 怎麼樣怎麼樣 但這個讓人不可置信 就是說好 那你說是出貨量 好你出貨量真的是中國第一 整個世界那麼大 結果中國真的出貨量是第一名 然後世界是第二名 這個很奇怪 再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一看就覺得 很多人會一看就說 原來中國是世界的第一 世界的其他國家是第二 那這個就是真的是在用一個行銷的方式 廣告的方式 潛移默化的方式 完全的真的是讓你認知作戰 所以如果一些年輕人 他不懂 他不知道這個廣告 他看到那邊 真的喔 現在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二 但問題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們又換到另外一個方式 再講另外一個例子來看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看懂簡體字 很多年輕的學生看懂簡體字 但大家知道原因是什麼嗎 他可能他的家長們 來看一些中國的劇啊中國的影片 那多少都有一些中國字的出現 那這個簡體字呢 就會就會慢慢的 也滲透到大家的這個生活當中 但沒有人說你不能去看簡體字 只是說這又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潛移默化 要影響你這個認知作戰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是非常悠心的 就是說其實現在抖音很多年輕人在看 但是年輕人在看 但他們對於思想的成熟 到底成熟到哪裡去 會不會因此受到什麼影響 譬如說抖音上很多講我們的祖國什麼什麼的 我別人朋友跟我講的 說有一天他還一直問他說 媽媽什麼是祖國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 為什麼大家一直在講我的祖國 但他可能看久了 他就直接講出來 所以這就是從你可能從年輕的時候 從你現在年輕人都在玩這個抖音 所以莫名其妙就被他洗洗洗 所以如果爸爸媽媽沒有告訴他正確的方式 正確的姿勢 他可能真的就會被洗腦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這個認知作戰是非常嚴重的 那再講到這個抖音 為什麼我們要限制公務機 一定要不能夠使用這個抖音 就是說因為你的公務機 公務的配備 它裡面都是很多是公務的系統 公務的資訊 你完全不知道說 這些東西 你如果有了中國的這個什麼抖音 小紅書 他是不是像我們剛剛議員講的 他後續會有一些程式上的問題 他可能可以竊取你的資料 如果是你個人 可能竊取你的信用資料 個資資料 但是如果是國家的部分 他可能可以竊取你國家的部分的資料 所以我要跟朱立倫主席講 不要再說不是什麼意識形態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如果長此下去之外 可能很多年輕人會不知道 什麼叫做台灣的價值 什麼叫做台灣的這個思想 會影響到是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就認為說 公務機一定要做到防範未然的這個動作 認知作戰的部分 當然政府這邊也要有一套這個配套 好好的來防範中國這樣子的文化統戰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持續來追蹤的就是 昨天一大早週刊就踢爆了 高宏安辦公室的小兔帳本 那麼高宏安陣營也是強力的反擊 說這整篇都是帶風向毀滅人格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討論 臺灣最前線 民意最前鋒政論新亮點 介紹一個最接濟氣的政論節目 臺灣最前線 讓我們一起準時收看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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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